首先祝大家中秋佳節愉快人月亮團圓 亦都在這裏說聲不好意思 因為本來本來想著每天都去up一條片 即是火翼雙子不同的部分 但星期五就休息一下 因為首先英女王的細細 都真的令我的心情有少少受到影響 我未說會去到很down 很直接哭那些 但都真的有些心說 我覺得對很多香港人來說都是一個媽媽的角色 尤其是 總之你從小到大 九七之前出生的那些 我相信對大家真的會有一個好心的接觸 我亦都覺得順便中秋都給自己去吃一個休息 算了有時候預言這些東西做up好過持up 最重要是做些給大家一些 的中谷 但我們可以透過在這裏欣賞一些圖片 藉此去緬懷 英女王昔日的風彩 還有我們可以記得 他對過全世界的人的好 還有最緊要我想說 大家有沒有覺得好巧 我在之前的那些片 最近的那個什麼片 那些船倒轉了那個 歷史分水嶺 在一個月前的那個歷史分水嶺 我沒講過 記不記得我們這個地方 今年在走金牛運 然後大家對母親的組織 那個歷史分水嶺 會有很多的思考 我簡直開中名義 大家會去想 究竟是八法老婆婆 還是阿爺變了阿媽的問題 甚麼問題 是不是啊 生娘 對於母親的懷抱有很多的感受 所以有時真的想不到宇宙原來會透過這種事情 勾起我們對母親的感想 OK 事不宜遲去回顧一下2022年有什麼預言中了 這個真是很有趣 說過大麻很多地方會去合法化 當然我們知道有些我們最心系的地方 仍然是用一些非常過時的思維 連CBD和不知道什麼 好像有分的 連那些食用、非商業用的都不給你用 有時這個真是一樣米養八樣人 有些地方的人很聞失 但有些地方譬如泰國 大麻合法法這件事都已經是火紅火熱 還有原來不單止泰國 連美國都有一些國家在說大麻合法法 這件事就說中了 還有在那時候在2022預言的部分 有些部分都會強調會發生這件事 相信大家都還是記憶有心 當然有密集成的 然後當然有蝙蝠 還有這個是在2022預言 part 4 of 5說 我講過不會玩蝙蝠 甚至手遊電競股都不會去碰 因為今年會有很多ups and down 我常常强调那个downs的字 很明显就是说它会跌到势如破竹 果然今年真的跌到 连专门去做Crypto的公司 都说要炒人 又说不让你去禁钱出来 这件事相信大家都历历在目 做完一个非快的回顾 现在就去看 未来火星逆行需要注意的地方 今天这条影片会很短 因为我趕着出去再吃中秋晚饭 和家人 我在part 2的头都提过 我当时卖步工房也一再强调 火星是红色的 说战争侵略行动力量的东西 和我们人体的斗志 尤其是男性的动力 非常有问题 逆行就会出事 在日常生活里面 会有很多凶狠的事情发生 令到很多人际的关系会有绷紧 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说 很多事情不要太快挺身而出 不要太快冲出去 因为就算你觉得有些东西是见义勇为 但原来这个力量是有一个错误的施展 所以我上完买步工房 8月9日 那时候开始 我亦都说过 虽然这次理论上 这个火役 就算你早到前任领期 是9月发生 但是不知为什么 就算我8月那时候上买步工房节目 8月那时候已经有很多火役的 事情正在发生 果然 那时候我上完节目 哇 只是看这个香港社会 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暴力事件 平时你是没有见到那么多 那时候《新的新闻》 尤其是看那些网媒 每天都有报 然后那些影片就全部是谁打架 谁在那里砍人 是非常之震撼的 而且说真的外国也有这样的事件 还有死了人 在美国那里就成为枪杀 那些东西 当然你可以说美国枪杀 是很普遍的 但是你真的看回香港 竟然是发生了很多相关的事情 那就真的不得不令人 嗯 极极清旗 那些字怎么读 口字边做责任那个责 我经常看见都不懂得读 责责清旗 极极清旗 极极清旗 whatever 我计字幕伽责任 � gusta 哇 哇 哇 故此來到這裡 要非常之嚴肅地提醒大家 今晚就是中秋正日 綜合一下我們so far 說過 火星夜行 雙子座 的一些議題 大家覺得今晚會怎樣去應驗 很容易地 煲蠟 蠟是紅色的 當然 中秋你不會玩白蠟粥 大家勞士 是不是 是不是 那你又去煲它 火熱火紅的東西 然後 連連彈 今年就 彈到你的嘴 彈到你的對手 當然 當然 這些東西 你就夠有自取 首先 煲蠟已經是犯法 你還要趁這個聲像不漂亮的時候去玩這些東西 那就抵彈到你 口爛 手容 是不是 OK 但是 我忽然之間有害怕 有些人會越來越白痴 你知道有些人經常在玩抖音的東西 是嗎 為求 博出位 為求 click rate 無所不用奇蹟 抱歉 有些口疾 口疾其實都是火力相指的一些 的 topic 我們之後會講的 無所不用奇蹟地去 就是去 騙Like 那如果 那些人 直接玩飲蠟 是不是 去滴蠟 直接去 把他喝到口裡 那你覺得會發生什麼事 死人 還有 那你去中秋慶佳節 你都通常去公園 公園就是一個給你玩 通常很多小朋友的地方 是不是 那這些地方會不會發生火燭呢 那我們儘管拭目以待 但當然我們希望不要傷害到樹木 OK 那或者甚至 其實現在有些學校 他們為了去增強那個cohesion 令到大家有很多歸屬感 好像覺得學校都是一個大family 其實有些學校 然後我知道他們都會開放 給一些學生 校友 去裡面去玩 但萬一一個管理不好 一個什麼意外 實情是火燒校園 那我真是害怕 所以火燒公園 火燒校園 這些事情 大家要特別注意 還有如果你是 在場的話 大家都 你要提醒授二分精神 還有你都去看看 周圍有沒有人 會做一些很危險的行為 那就立刻去勸了他們 或者正所謂見而即報 有什麼事就立刻報警 OK 還有當然 我們經常都說 小朋友小朋友要小心 不單是小朋友自己要小心 但你也都要小心小朋友 因為他們很喜歡跑跑跳跳的 是不是 他拿著兜蠟燒 拿著什麼什麼 著火的東西 跑來跑去 一個撞到 一個麻煩 這樣就不是運財同志 是運災同志 運來災禍給你的小童 OK 這些事情 都是要小心的 好 然後加上 今晚是一些玩火的高峰 OK 如果 我們今天特別強調 火燒大家的脾氣會差 一個 一個不適合談 兩邊的家庭 你又說你拜了我的位 我又說我拜了你的位 你又說我拜了你的位 我又說你拜了我的位 初則口角 繼而動武 再繼而互相丟火 那又死了很多 所以通通這些事情 大家真的要小心 今天為什麼我想說 快快快快去做一個預言 因為今晚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高危的時期 何況 十五滿月 我們經常說十五滿月 其實你想想 我們經常說那些 外國的故事 人狼什麼時候變成人狼 就是十五滿月 月圓之夜 因為 月圓跟我們的心理變化是很有關係的 它會喚起我們心裡的壽性 還有說真的 十五滿月其實就是太陽 月亮對沖 這兩個發光體在那裡對沖 其實它都會激起我們心裡的一些情緒的東西 何況月亮就是講情緒 太陽就是講意志 有些事情會迫你去發生 即是會進行出來 所以今晚這些危險高峰的時節 無論是因為太陽中月亮 這個月圓 再加上火藥相似 我覺得是真是一個很高危的時期 還有大家要注意 還有 也都在這裡去延續我們以前講過的一些要小心的地方 車房、車廠 因為這些工業的環境當然本身已經容易出意外 但特別是搞車 所以那些什麼搞巴車廠要小心 或者如果你們樓下是有很多車廠車房 車房、車廠的時候 都要小心去有什麼著火 然後就波及倫理 倫理也是我以前講過的一個問題 那時候在賣保工房講過 但詳情我響之後那些部分 那些部分會更加去講 倫理之間的波及 是的 也都不知道這個時候 那些什麼行詞會不會爆爆呢 因為它始終都是一些搞車的公司 或者可能行詞的總部會去著火 注意處理 那我亦都有客人之前提過 其實在學校裡面 不單止說是學校 其實說真的 有些學校是有家政室的 例如我以前那間學校 中一我是要讀家政的 我們要讀Leaderwork 逢夜 還有讀Cookery 煮東西 很有趣的 不知道現在那些中學會不會還讀家政呢 是的 我們以前學校是有廚房 所以一些學校的廚房要小心 還有尤其是 如果今晚那些學校 是可以給校友同學回去去慶祝 然後你們不知道為什麼 你們是開廚房去給大家煮東西的話 特別特別要注意 不要 樂極心悲 好 還有 亦都有些 網友在這裡提 原來還有些學校現在會教那些 什麼科技 什麼 媒體 科技 那些 不是媒體 科技 他們說 其實可能類似 很久以前那些會考課程 不是要讀金工木工的 其實在 香港可能八九十年代 要讀金工木工的 我相信現在就沒有金工木工讀 但是 有些網友就說 其實現在有些學校裡面 都還有一些 課室是會專門去給你搞一些 類似小器械的東西 那這些地方也都要 注意 OK 這就不關今晚中秋的事 還有我相信有學校開放 都不會開放一些 機械室給你進去 幹什麼 OK 那我現在提這些就是 會是延續我們之前 Part 1 Part 2講過的一些 OK 好 你們自己去理解去消化一下 還有Gang 就真的再次祝大家 今晚中秋要平安 人月亮團圓 火星是代表什麼 原來火星是一個 紅色的 火星 只是這種火星 已經給你一種感覺 很爆裂 火奶奶的朋友 是 是 是 那在尖聲學 它是主要一些 戰爭侵略 行動力 行動力 一些 議題 或者是一些熱情 鬥志 還有一些陽光器 勇武器 OK 也是我們人的意志 我們的生育 衝動 衝動 好了 那當它液的時候 單凡一些星去液的話 在尖聲學上 就代表它出問題 但這個問題 就是這樣的 你不要覺得 它打到吞 它一定是不行的 你不要覺得 它一定是變成 negative OK 正所謂過油不甲 它都是可以有些事情 過了火 而變成 extreme 就不是那麼帥 OK 在這段這樣的時期 會發生什麼事 記不記得是什麼時期 再說一次 是今年的10月30日 去到下年的1月12日 這是正式的時期 但最早就是今年9月3日 最遲到下年的3月15日 這些叫做潛逃陰景期 好 會發生什麼事情 首先就是 剛剛都講過 是一種紅性能量的失調 OK 如果是太多的話 會令到很多事情變得很緊張 當然你可以說是更加應落男性的身上 但這個東西是給全人類的 如果你身體裡那個男性太陽夢 會突然變得特別強 就會令到人與人的關係很緊張 尤其是 因為火星都是一個戰神 他們都是奧林帕主神的一個英雄 但是有時 如果做很多事情 你太快去挺身而出變異勇為 你認為自己是英雄 但誰知道 就會變成沖出去塞 所以做很多勇武的事情之前 麻煩你要用得去